欢迎收看周一大初级 我是老张 今天傍晚我们到赤峰街走走哦 虽然还没到用餐尖峰时间 已经是全店满席 所以还是照规矩排队一下下 做定之后给自己倒杯一瓶开水 最后给自己倒杯一瓶开水 新菇菇拉面是哪一位的呢 这边是葱菇酱油拉面 谢谢 这是碗里唯一的一块叉烧肉 其实再加一百元就有豪华叉烧拼盘 我大意了 我没有点 下次可要记得啊 吃到最后还剩下一点汤 没喝完是怎么回事 店老板没有放弃 问问我们要不要加高汤 这样就可以调整咸度 调出和自己口味的汤 吃完拉面后 照例进入消耗热量的环节 各式各样文青质感特色店 散布在赤峰街的各条小巷中 此回行程仓促 只能暂且蜻蜓点水 过店门而不入 默默地把这些店放入口袋名单当中 赤峰街就称打铁街 原本是二手汽车零件店家聚集之处 可能是一旁的中山商圈地缘之便 古宅改建的各式文创商店进驻后 与巷弄内铁工怀旧气氛融合并去 让赤峰街散发着独特的吸引力 穿过巷弄往中山北路走 呈现的是另一番城市样貌 是两个锅子的东西 是一种香肠的公司 是一种香肠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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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赤峰街走到中山北路 仿佛穿越了时光隧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